字幕志愿者 李鑫 類似全英雄聯盟最酸的 就像你在玩快打旋風 格鬥天王一樣 節奏感十足 酸度爆表 好的 就讓哥來教教你們怎麼玩好這隻關頭吧 OK 讓我們來看看李鑫的能力分析吧 李鑫的Gank能力在早期來說是最具威脅性的 他的機動性和Q的斬殺效果都能讓對面嚇得屁股尿流 但是團戰方面一直都是李鑫落項 畢竟李鑫的技能組在揮彈中比較難以發揮 而農業方面的話 利用W的護盾和細節可以讓你有更好的續戰力 爆發方面利用RQQ或QRQ等連技 可以在瞬間打出非常巨大的傷害 殺個對方 措手不及 讓我們來看看李鑫的技能點法吧 前面上的QW1隔一點之後 主Q負W有R點R 當然你想不點R也是可以的 但是 團飛 在這邊告訴各位李鑫吃野的小技巧 多多利用李鑫的被動保持技能 普攻兩下技能這個節奏去吃野怪 就能吃了快又不會頭破血流喔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李鑫的符文吧 李鑫符文基本上我都只用這套 是我用的我覺得最好的 那麼我是用紫色固定物攻 緩色固定物防 藍色固定魔看 藍色也可以選擇成長魔看或是減細滴 紅色固定物攻 然後我會再三顆暴擊 這顆暴擊有時候可以帶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喔 天賦方面我選擇2190的攻擊性天賦 2190可以讓你在早期有比較高的爆發喔 道具出裝方面 藍色打野刀附魔戰神 鞋子方面對面AD傷害高選擇人者鞋 對面AP傷害高或是空三多選擇水星鞋 如果你想早期跑得快點就選擇出武術鞋吧 掩飾也是不可缺少的 物防方面我選擇先出藍盾之兆 而魔防方面可選擇日輪、女妖或是魔體式深淵 最後看情況補上反彈槳 想稱攻擊就補黑切 如果你想多玩一下就出GA吧 最後別忘了八點眼石升級成紅眼石喔 好啦屁話這麼多 現在馬上讓我們開始教學影片吧 哈囉大家好 又到了WINS的教學時間啦 這次要為大家介紹的是李欣 李欣這隻角色 她在現在的版本中雖然 並沒有一些疑似Jungo角色來得強大 但是我覺得這隻角色還是有她存在的價值的 重點是這隻角色絕對是 單驚Meta Jungo角裡面最好玩的角色前三名 雖然我嘴巴上說前三名 可是其實我是給她第一名的 你想玩好遊戲想玩的快樂想體會那種技術 想體會那種流暢的快感 那種各種就可QWER那些搭配 李欣就對了 李欣這隻角色我稱為她為星 絕對可以滿足你的期望 再次跟各位教學WINS的李欣教學時間 就是現在開始啦 好的李欣一等我們首先要點什麼技能呢 一開始我們就先把Q點出來吧 那一等Q不管是你一等打架或是吃野怪 都建議你先把Q點出來 反正一等就先點Q啦 然後我們李欣的技能點法 我們就是四組Q-W 然後在一二三等的時候QW一個點一點 然後六等有R點R這樣就會剛剛的好 好的那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OK目前我們在這裡目前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呃...似乎對方是不會想靠過來啦 好那等等我們就來跟各位教學家李欣這隻角色究竟怎麼打野吧 呃...我們打這個場是台服的精英場 就分數應該不會太差 就大家應該可以接受 就是應該有一些參考的價值 好的讓我們看下去吧 好的...至於我玩李欣如果我是紫番 欸我們這邊是...我們是右上角 紫番我們...基本上我不太會打這個藍buff 因為一開始打的藍buff的話 血量會料非常的多 所以基本上我是直接先從Juji開始吃 而吃完Juji以後 基本上我會直接往三藍靠 我並不會吃Juji 好的 現在我們來吃個Juji吧 嘿咻嘿咻...喔 重機 漂亮 好 再把Juji給吃掉了 而這種我不理會藍buff 因為藍buff好強啊 流好多血 所以我們就直接靠過來三藍 然後吃三藍的時候我們就優先打小隻的 現在血量會要比較少一點 然後記得李欣吃野怪要保持個tempo 就是善加利用你的被動 你的被動是只要你換技能 你剩下兩次普攻都會加40%左右的攻速 這樣的話可以讓你吃野怪利用你的高攻速 在早期得到非常強的續戰力 還有它的...不是續戰力啊 就是W可以給你續戰力 而攻速可以讓你吃野怪的速度非常的快 好的 這時候我們再來吃個三藍 呃...由於這個線我覺得中山的線都不是太優秀 我覺得...我們先把紅吃掉吧 OK 然後李欣吃野怪基本上... 有些人李欣吃野怪他血量可能吃完三攤 有人會剩400里有人吃滿血 而...我在那邊跟大家教學一下 各位看一下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就是我們Q1Q2可以稍微拉一下 等我們中級的CD然後直接觸發 就是我們剛剛那種情況下 如果我們跟紅BUFF硬打硬點的話 我們估計會多撩個... 100多滴血量 我們會被他多一個兩三下 所以有時候當野怪快死掉的時候 所以說你要想辦法稍微拉一下 呃...剛剛拉的交法 我剛剛也...用紅BUFF來...教教各位了 OK 然後之後我們來吃個三藍 由於中山的線現在似乎是沒那麼容易 Gank 那我們就多靠一點野怪吧 我覺得...山路差不多要被... 啊!果然雷克薩出現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有沒有辦法來支援他呢 OK... 啊! 格薩之後被打了一套 呃...直接被打殘了加上... 好的...然後這時候... 嗯...我們中路線也是有點深的 而且EW的時候有帶進化啊 沒辦法Gank 好的...這時候我們就回來吃個三十吧 沒事做的時候就還是趕快去靠野怪吧 好...記得保持那種技能兩下 就是...普攻兩下靠技能 普攻兩下靠技能 這種TEMPO你會吃得更順利 當然這只是一開始 後面你CD開始高起來的話 就不一定要保重結束了 好...走...我們先旅扣吧 呃...可是這個線我覺得... 嘖...還是幫格雷夫一下齁 因為這個線他推完一半 非常的容易會被對面雷克薩給Gank 我覺得... 我們至少就算沒有Gank安妮 我們還是要幫他把這波線給穩住 就讓他平穩的把這波線給推掉 好的...我們這邊蹲點 稍微卡布拉一下 如果雷克薩過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到一個2打2 讓我們等一下 我們等雷克薩會不會出來呢 雷克薩會出現嗎? 喔!雷克薩出現了! OK!這時候我們雷克薩... 不對啊!怎麼有一隻雷爾 哇!這波一個... 這...似乎是不太妙啊 欸...加油格雷夫 OK...還好格雷夫幫我們換掉一個人 這波... 如果伊德瑞爾沒有來... 單純一個2打2來講的話 雷克薩剛剛盾下來 基本上他就死定了 我覺得可能是我們剛剛站的位置 似乎是有一隻眼啊 不然...他們應該不會這樣幫我過來 結果我們的路線已經完全被發現了 所以對方伊德瑞爾很早的時間 就已經先往上路靠了 這波... 稍微有點虧 不過至少格雷夫有成功的把對面的雷克薩給換掉 所以我覺得還行還可接受 喔!這時候下路... 嗯...我覺得對面雷克薩這個時間點 是很有可能會Gank下路的 因為剛剛我們兩個是同時間幾乎一起死掉 而下路這個線 他如果直接過來 他非常容易Gank成功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稍微吃完這個Juji以後 我們就往下靠看看雷克薩究竟會不會過來吧 我覺得雷克薩是有很大的機會會過來的 我們可以稍微蹲在這邊BAT一下 看雷克薩會不會過來 來吧雷克薩 雷克薩究竟會不會出現呢 好的 我們稍微來等一下 仔細看一下對面這兩個人究竟有沒有想要打 目前看起來似乎不太...不太能打 之後對面中路伊德瑞爾 好像不見了 完了可能伊德瑞爾也會來 而且我們逆命的時候還沒六等 我覺得稍微要拉一下 雷克薩過來了 喔 改喉 我們都可以打起來 喔 改喉 我們就改喉 傷害 好 我們都趕快拉掉 完了 伊德瑞爾來 而且還是帶雙BUFF了 伊德瑞爾這個 我們只能跑啦 OK 往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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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拉一下 再拉一下 OK 啊 卡20一個太慢腳反了 沒關係 我們這個...喔 這個虛弱 我們估計是要被換掉 不過沒問題 我們的貼服現在已經來到六等 有沒有辦法收同呢 貼服 這波漂亮 OK 這波漂亮的收頭秀 喔 這波漂亮 這波TF打出了一個漂亮的三殺 還好我們前面其實... 就是兩邊在下路打了 是我覺得算五波平分秋色 我們也有完美的把傷害給打出來了 我們的Q1Q2都有造成一個很關鍵性的傷害 還好之後TF有來 不然這波我們可就虧大了 好的 這時候 安妮時無時有機會Gank喔 他這個線 勢必是他會想把這個線給硬推 他硬推加上這個時間點 我們晚上靠的是非常有機會可以Gank到他的 而且我們力比對面雷克薩還要快 就算我們真的雷克薩復活直接往上走 好 我們還是有機會可以Gank安妮 而你新Gank的方法則是 我們現在身上有眼 我們就想辦法連用插眼 然後連用我們的W再搭配藍重擊 先拍地板先緩速 可是大家都安妮現在有暈 Gank好 我們隨便先緩速 OK 好 這時候 我們要這個Q覺得會不會中了 中的話就有機會擊殺 然後這個Q 可惜被扭掉了 恩 這波有點可惜阿 因為如果他身上那時候沒有暈的話 我們是可以利用排地板加重擊 來到雙重緩速效果 然後這樣我們Q的命中率會更高 可惜他有暈加上他還交出了一個閃現 不過給你的是你失敗告終阿 好可惜阿 如果Q再準確一點 就成功地命中他了 不過沒關係 好 我們繼續吃個野怪吧 好 然後各位記得就是 你的Q還有你的E跟你的重擊 都可以利用W的第二段 他有個吸血效果 不過不管是你普攻傷害 法術傷害跟生死傷害 都是能用他的E技能來觸發的 來回點血量 如果在吃野怪的時候 一定要好好利用自己的W 可以讓你打野怪的時候 少掉很多血喔 這時候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圖 似乎是我們先吃個紅BUFF 好像比較好一點 這個Q 這個Q稍微有點沒那麼出色 因為應該要提一下紅BUFF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穩穩的把這個BUFF給吃掉 好的 我們把這個紅BUFF吃掉了 現在我們來到六等 我們之後似乎是有機會來GANK了一波的 喔 這個安妮的位置 我們究竟有辦法往上 可是隊友拼了三角炒食物 安妮是有下一隻煙霸 好的 那我們就不玩上 喔 這時候安妮把山路推完了 我覺得他有可能會往中路靠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選個GANK一直的路 喔 發現安妮來了 痾她似乎沒有發現我的存在 是該來制裁她 各位看看 我們剩下一個Q 然後配合我們R 再加上我們Q這段 則搭配個TF的金牌 完美流倡的動作 這就是理性 一個完美搭配 欸 我本身玩理性的角色 我很喜歡我們中路式TF啊 因為有時候李星的Q並不是100%命中 可是我們中路一旦選了個TF 利用他的金牌 我們是100%會命中的 而這時候下路打起來好 我們要趕快往下路靠 OK 這時候下路似乎是有留住 然後TF都開了大絕 飛過去 嗯 他的位置似乎是沒有這麼的優秀 導致於沒有辦法留人 不過沒關係 我們回來幫他拿個藍buff吧 好 這時候我們現在已經來到1200塊 好 下路這個打起來 不太建議打起來 因為我們大絕現在是已經用掉了 我個人是比較建議 那就先被打起來 畢竟少了一個大絕 將貼服下面有大絕 他沒辦法瞬間支援到我們 我覺得像根克小路是非常危險的 欸 欸 不行 有機會有機會 OK 我們這時候直接來個Q 再來個Q度 好 直接利用牌地板加上紅buff的緩速 加他黏住 好 我們繼續追他 好 繼續追他 等下我們下個Q度 喔 只有 畢竟少想要蹲地 我們蹲地 阿娜這個TF位置非常危險 他直接被繳閃 沒關係 我就先來個Q 喔 這個大絕想命中 我不可能 我直接繳個閃現 再搭配我的Q度 然後成功 利用我們的紅buff 將起擊殺 好 這時候成啦 想跑嗎 OK 我們這個Q喔 喔 漂亮 然後凱倫大絕帶來幫我們的Q度 原來的 成功能將凱倫擊殺 而我剛剛的波 我覺得我那個閃現是非常的驚熱啊 因為你各位看我們的血量1200D 如果我們剛剛是被伊澤瑞爾的大絕給擊中的話 那 我們換掉珍娜的同時 我們也被換掉啊 所以我們剛剛的閃現 其實 算是個美技阿 我覺得我剛剛的閃現 角的還不錯 好的 之後我們來選擇出裝備吧 嗯 這時候生產有1400塊 其實 你是可以選擇出武術血 可是我們這場 剛剛如果出武術血的話 似乎是沒有辦法馬上再補上岩石的 好的 那 我們這場就先選擇出岩石吧 然後因為我們現在優勢還蠻大的 只要我們把視野給掌控住 就非常容易的贏這場遊戲 而李星我們基本上會出的鞋子有三雙 一雙是忍者鞋 一雙是水星鞋 而有一雙則是武術血 如果你覺得前期優勢非常的大的話 我覺得 這樣你可能是個很喜歡跑線 就是你喜歡快速支援的 那你就買武術血吧 可是武術血對於會戰來講 這雙鞋子是真的會稍微比較弱一點的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們來制裁他吧 好的 我們直接利用盾眼出去 然後直接重擊緩速他 利用在排隊碼緩速 然後Q1成功擊中他 然後貼住他 好 開始了大絕 不過我們隊友快來了 我們可以稍微再支撐一下 結果我們下個Q1 啊Q1 好 沒問題 正當位置也是沒很優秀 我們直接把他貼回去吧 然後手拿來之後搭配個大絕 OK 我們普攻直接降級擊殺 然後我們再Q1 Q2 好 先重擊 Q1 Q2成功 極限一線 OK 非常極限 這樣其實換掉了 漂亮 好可惜啊 我W剛剛沒有能量 如果剛剛有能量的話 我應該是不會被他的技能打到的 好的 我狙擊再搭配TF 這個金牌 漂亮 搭配他的被動第三下 成功的直接將對面的毅力給蒸發掉 我們李星其實玩不玩的話 玩得好 重點就是你如何善用你的技能 基本上Q1 E啊都是 尤其是QWR的控制 都是你可以位移對方 自己也可以位移 就是你需要多多熟練這三個技能 可以讓你李星玩得更鼓勵更出色喔 QWR 多練吧 各位 一旦你QW跟... 好啦 我們還是講Q1 E啊 好 反正就是你的技能四道都用得好的話 你玩李星就會成為一個非常鼓勵的對方 完全找不到你的存在 再打配你的閃現 可以做出非常多的操作 好的 這時候我們出事沒什麼事情可以做啦 好的 我們還是吃了Snap吧 我們等等吃個Snap吧 再看等等有沒有地方有機會 有沒有地方有機會 這時候這邊有個朋友 我們看有沒有辦法來Gank這個EaterRail 搭配我們的TF 如果他再過來一點的話 我們似乎是... 他往TF那邊走啦 喔 他似乎是有眼啊 恩...這個沒有辦法擊殺 因為...EaterRail有個...E的技...E技能 他可以直接拉掉 喔 這邊100%有眼 OK 好 我們掃到這個眼 那目前13分鐘我們已經來到個238的戰績 雖然我們使玩數是很高 可是我們技術上的差點率是非常的高 本來這場我們都是一直有在做事的理性 我理性的這隻角色就是你要想辦法在早期一直的做事 一直想辦法爆發一些小會戰 然後利用自己的技能 想辦法開戰或是BAT 都是個非常好的選擇 這時候我們進來看我幫忙下個眼吧 呃...中路這邊有機會嗎 呃...鐵斧的都按了Recall 還是...往後退好了 有點危險 好 我們這邊利用Q... 呃...這個龍有點...有點可怕 他在把我擊飛啦 哇...被龍噴了好多下啊 兩下啊...噴了三下 不過還好我們有索娜 可以稍微幫我們把血量給拿起來 索娜 真是奶 感謝你啊 索娜 好的 這時候中路我們有幫忙在這邊打出一波... 我們在利用...啊呀...我們沒有... 我們成功利用我們W... 位移可惜利用三條的技能 有點可惜啊 喔 這時候葛雷夫不知道為什麼在旁邊單殺了阿尼亞 好的 我們來中路稍微擠壓一下 看我幫忙利用這個擠壓 拿到一些優勢 不過看起來是不是沒什麼用 我覺得我還是進去對面的... 藍buff 下點眼吧 欸...可惜沒有眼了 好的 我們想辦法把對面的視野做起來 然後...我們來... 嗯... 我們先來吃個狙擊吧 呃...我們來看看等等阿尼 如果他...TP散路的話 我們是有機會逮捕他的 就看...欸...阿... 這時候他沒寫了 他應該...是不會逮捕了 他應該是不會TP回來 我們應該是沒辦法逮捕了 好吧 那我們就去吃個山欄吧 沒關係 我們這時候選擇重擊對面的山欄 獲得這個靈魂效果 可以讓我們很容易走到對面的位置 只有重擊對面的山欄是很好的一個決定 好 所以我們再來往中路看看有沒有將來將起一對六的擊殺 阿尼出來 呃...可惜索拉部落的這些位置 是50沒有辦法在這邊打起來的 好的 現在我們...來到這邊 看我們瓦斯有個疊 阿尼沒辦法 我覺得我們吃完這河蟹就... 可以超多錢的旅客 或者去吃紅buff啦 我們還是在吃個紅buff啊 好了 利用我們Q1圖圖成功地 踢到紅buff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技能 一個...不等需要花費血量 就可以將紅buff的擊殺 好的 就是說... 好想把他吃掉阿 因為其實大隻的讓給Jungo 我們會多30塊的金錢 好想吃他的野怪阿 不過感覺他很努力 我們還是不要吃他的 而這我們來繞中路 嗯... 是不是沒有機會將他擊殺 OK 我們之後看到雷克薩 喔 雷克薩我們這邊可以進行一個蹲點的動作喔 好 這是我們直接利用Q1將其... 然後再利用我們R再一個... 兩段位移 然後想跑 不可能 我們再加個閃線直接將其收走 這次我們利用一個Q1 加打比賽的順利 再來用我們的R直接將其 將他... 將雷克薩給擊飛回來 然後...喔 這把鐵粉飛了過來 喔 這波... 可惜鐵粉金牌並沒有丟出來 而且這波感覺有點危險阿 哇靠 阿尼這個大傑直接給了我們很大閃 好 我們之後再換邊稍微看一下中間 喔 這個LE爆發漂亮 好 我們之後趕快進場 想辦法把伊力給收掉 一下 兩下不攻 好 再...喔 漂亮 我們這槍擊擊殺 阿這個閃線 阿...有點可惜阿 如果剛才西威沒有繳閃的話 我們這波應該可以平安的拉掉了 可惜他直接繳閃 然後再... 將我們給打倒了 而各位有看到我剛剛怎麼殺雷克薩的嗎 利用蹲點的情況下 一旦發現索拉在後面的話 打配他的傷害 我們直接利用W盾眼 到他後面直接把他踢過來 再利用Q2位移到他身邊 再來身邊給他一波爆發 直接燃他 完全沒辦法跟我們戰鬥 直接將其秒殺了 如果剛才那個閃線好像有機會可以不用繳 因為索拉剛剛好像是有下點燃的 再加上我... 本身只有紅BUFF的燒傷 感覺我剛才那個閃線其實是可以留住的 不過沒關係 有殺到就好 而且這是一波非常非常成功的會戰 好的 現在我們跟著TF行動看 中路還是趕快退吧 中路似乎是沒辦法再繼續打下去了 好 我們先吃個狙擊吧 誒 話說這場打了17分鐘多了 我們一條龍都還沒拿 不過沒關係 畢竟這時候連克也不用太強求啦 好的 我覺得等等可能會有人去... Gank貼服 好的 我們最後先來這邊蹲點吧 因為這邊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有眼的 因為剛剛根本沒在下路 對面根本沒在下路出現 好 之後我們來蹲點 然後在旁邊等待機會 看我們辦法來進行一波Gank吧 Gank就是Gank 好 這個金牌...啊 可以被蹲斬掉了 不然我們剛剛應該可以衝過去 直接將西威爾給踢回來的 喔 這個...沒殺那麼好 真啊 你死定啦 好 死定啦 哎呀 這個... 這個...他跑速有點快啊 我們一個失誤啦 如果我們剛剛沒有失誤的話 應該是可以成功的把整娜給... 踢回來了 可惜 唉 有點可惜啦 OK 這時候TF開始了大久 沒有辦法配合TF來將... 然後可以配合TF來暈... 雷克薩的改波爆發 看來這波15是沒辦法... 做事情啦 我們想辦法去個龍區吧 欸 這波15有機會打起來啊 我們在這邊稍微蹲一下吧 好的 這波有機會嗎... 欸 這是TF直接已經飛過去了 好 我們趕快跟殺他 完了 這時候我們吃了阿尼爾 暈非常的危險 完了我們的血量 救救哥莫貝這邊秒殺了 撐住溫死 還好 喔 還好索娜幫我們拿起來啦 這索娜這個W非常的關鍵 如果沒有W那個護盾跟補血 我剛剛應該要死掉啦 好的 我們再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在拉打一下 拉一下輸出有機會繼續輸出了 這我們Q1打到熊 嗯 好的 我們繼續在旁邊等待一些機會吧 喔 這波感覺機會來了 好的 我們直接Q1 喔 打中了E-6 喔 欸 螢幕停格一下 喔 漂亮 利用Q1停路斬殺 直接將... E-6可以擊殺 這波非常的極限 欸 這波我們拉打 剛剛是不錯的 而且感覺對面剛剛在那個三角蟲 視野失誤是... 沒這麼優秀 沒這麼好 才會被我們打出了這波 非常漂亮的1晃5 這波是個... 欸 1晃5還1晃4 應該是1晃5 因為正在開來就死掉了 所以我們支持一個TF 然後打出一波漂亮的1晃5 好 這時候我們選擇出裝方面 這場我覺得對面的... 對不對 欸 D傷害應該比較高一點 我們先把5防稍微提高吧 好 我看一下 嗯...阿不對阿 對面的一則瑞爾是AP傷害的阿 那我們這個裝備... 呃...感覺我裝備... 買錯啦 感覺我們剛剛藍盾應該可以不用那麼找出 我們在選擇出忍者血之後 下一件裝備最好是女妖 面殺或是日輪還有... 聖分 聖分就沒有理性很少在用啦 理性還是比較建議用使用日輪啦 所以我們剛剛其實比較建議買的是日輪 就不該直接出... 藍盾我忘記對面的瑞爾是AP中路啦 因為AP中路的瑞爾是最近才比較多人使用的 我剛剛一時間並沒有想那麼多 害我出傳出錯啦 不過沒關係 我們現在是個大聖風... 出傳裝備 提出也是OK的啦 好的 我們再看一下 等你有沒有... 方法在這邊再打一步 但我覺得... 現在對面的巴龍趨勢是沒有眼 而且... 現在由於時間才20分鐘 我覺得我們是該扣個巴龍啦 然後讓隊友跟上啦 這個巴龍扣...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我們... 完全沒看到對方啊 欸對方... 感覺根本沒有意識我們要吃巴龍 我覺得... 感覺這個粉也少不掉後... 好! 我們直接開個巴龍吧 好 最後拚了我們隊友 直接來吃這條巴龍 我覺得... 我這個巴龍扣應該是還蠻穩定的啊 因為對面完全不知道我們要吃巴龍 而且我們這隊是... 生路可雷夫啊 一個雙AD 吃巴龍是非常的快速的 這邊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條巴龍 這條巴龍死那久穩就是我們的了 OK 漂亮 在遊戲時間21分離開滿的時候 我們成功把這條巴龍給拿掉 痾... 這隻TF開大肥拉人BUFF 我覺得我們... 先... 不急 我們先去... 吃這條小龍吧 想罵了利用巴龍加小龍又是等等 再集結集結推塔 因為畢竟遊戲時間進行了21分多鐘了 我們居然連一條小龍都沒拿 4個拿好這6%剩3了 基本上我們現在優勢 我們只要想辦法直接擠到塔 估計就可以很容易的直接拿到水晶兵 或是直接在外面開一波會杖 好了這算我們準備來到上塔 我們上路對方藍區對面的視野都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直接在那邊打起會杖的話可以非常容易 啊這時候生物葛雷夫被開了 葛雷夫撐住葛雷夫撐住 別怕 葛雷夫我來救你 我這次練過打W再一個 啊我踢到了差不多4個敵人 然後我們都在找時間進場 Q1 Q2成功的飛進去 直接另外一個拍地板 OK 直接緩速的敵方 漂亮 我們都成功一個ET式啊 搭配葛雷夫我們這波直接來個3打5 再搭配索娜大絕 漂亮一個完美的3打5 完全不需要另外兩個特點 好的 我們在這波會戰 經過我們的葛雷夫一個貝德 再經過我們的一個漂亮的啊 啊 將起對方擊飛 再經過Q1Q2利用拍地板 一個將對方給限制入對方 完全沒辦法跟我們鬥啊 啊 可是我剛剛 有點可惜的是藍盾我剛剛 算我剛剛按到應該也沒辦法多殺人啊 剛剛藍盾似乎是有點太慢按了 剛剛感覺藍盾的話 有機會再多殺1到2個人的 而這時候比數已經打到25比9 我們這次個非常快的攻勢啊 對面似乎抵擋不住了 已經直接被我們拔掉兩個射擊拼 啊 這時候對面似乎是頂不太住 我們這次的爆發直接按下頭箱 好的 各位 雖然這次的理性教學時間是稍微有點短 不過 還OK啦 好 今天理性教學就補到這裡啦 好 感謝各位 讓我們期待下次的攻略吧 這次WINS的理性攻略教學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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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